大家好,我是晨晨妈 今天我们又来勾这种垫子 这个垫子我用的也是布条线来勾的 很明显我用的是两种颜色 布条线所以我用的勾针是7.0的勾针 最终我勾出来的这款垫子的尺寸是 它是一个正方形 它的边长是大概40.5厘米 40.5厘米 那这个垫子比较厚实 因为它是这样叠在一起的 所以做垫子还是蛮舒服的 那今天我演示给大家用的是五股牛奶棉 然后勾针我用了3.0的勾针 因为这款垫子咱们不适合勾的比较紧 如果勾得紧的话 这个地方呢会比较硬邦邦 就不是做的时候不是很舒服 我用的是3.0的勾针 其他的就是我们的基础工具 剪刀缝合针和记号扣 我们开始来勾 咱们先要起针 我们在线的一端打个活结 好,勾针穿过来 咱们要起35针 就是我这个尺寸的 用布条线勾的那个边长是40点厘米的 然后我自己的手进去那35针 35针起好了 咱们用手按住最后一个辫子 也就是我们的第35针 然后我们再勾一个辫子当作起立针 因为接下来咱们要勾短针 我们这一款棋盘格的坐垫 全程都勾的是短针 好,那么第一行的短针 稍微有所不同 我们要勾在每一个辫子 后面对应的里三 就是每个辫子后面对应 都有一条这样的凸起 我们要勾在这个地方 新手宝宝看一下 每个辫子反面 都有一根这样的线 我们第一行就要勾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第一针 那么新手宝宝呢 做个记号 第一行咱们就是不加不减 每一针都勾一个短针 所以第一行全程勾完了之后 一共是35个短针 剩下最后一针 一共是35个短针 好,我们就勾完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行 一个辫子起立 咱们翻转织物 接下来咱们的第一针 我们接下来每一针 就是都穿过这个辫子 整个辫子的两根线 这是第一针 那新手宝宝呢 你也可以做个记号 第二针也是一个短针 好,第二行呢 咱们也是不加不减 每一针都勾短针 那这一行一共是35个短针 大家呢就这样一直的勾 然后呢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勾法呢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勾五行 每一行都是不加不减 35个短针 五行呢已经勾完了 一共勾了有五行 好的,五行勾完了之后 咱们相当于是就勾好了 其中的一根这样的长条 那接下来咱们要重复 这五行的勾法 好,我们接下来 勾完了五行之后 咱们这里先锁一针 好,这一针不管它 然后咱们又开始起针 起35个辫子 1,2,3,4 35个辫子勾好了 加上一开始咱们勾了一个 这个过渡 那这里相当于一共勾了36个辫子 我们也是按住最后一个辫子 然后再勾一个辫子 当做起立针 接下来再按住的这个辫子 在它后面的里山这里 开始勾我们的第一行 所以它的勾法跟刚才这个勾法呢 是一模一样完全相同 咱们也是第一行都勾在里山这个地方 不加不减35个短针 一直勾过来 然后勾过来的时候 到这个顶上的时候 咱们会剩下一个辫子 因为这里我们多勾了一个嘛 就是大家勾到这个辫子的时候 勾到这个辫子的里山的时候 就勾完了 然后剩下的这个辫子 以及它后面的这个里山 大家就不用管 就不用管它 你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说明第一行35个短针的勾完了 然后又是去勾一个起立针 翻过来去勾第二行 就勾法就跟它完全相同 就一模一样 好大家那就重复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也再勾五行 你就会得到第二个长条 我们重复这种方法 要一共勾六个长条 就是六个长条 六个长条的已经勾好了 它们都是这样连在一起的 勾好之后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它勾好之后 这里会这样卷起来 没关系 我们到后面把它固定好 它就不会卷了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一共有六个长条 然后大家要像这样的再勾一个 就是要再勾一个这样六个长条的 我这里呢 已经勾好了 然后勾两个 勾好了之后 大家要选择其中一个 就是你看下你用哪个颜色 最后来勾那个 最后的那个外面的包边 那如果我这里选的是紫色 所以我这里把这个红色线的剪断了 这里剪断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地方呢 两个连接的地方应该是这个效果 也就是这个辫子朝礼 这个礼衫是朝外的 好 这个地方尽量不要让它这样扭起来 好 像这里呢 刚才就扭起来了 大家把它调整一下 把它调整好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们拼起来了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这样拼好了 而且咱们用记号扣的初步的已经固定好了 现在要做的咱们就是要围绕着这个正方形的四条边来去勾这个包边 那勾包边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这里呢我们一共是有35针对不对 35针 然后呢有6 有这里呢咱们勾了6个长条 每个长条勾了5行 那也就是这一个长条的5行 咱们等一下要穿出5针 那么6根就是30针 30针 另外还有5针在哪里 就是每两个长条连接处 1 2 3 4 5 加上5针就刚好是跟这个一样35针 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先勾一圈的短针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我们留好的线头 咱们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第一针 这个很明显 大家看清楚 这里呢我们最后一针 是吧 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是第一针了 好我们这里第一针 穿到第一针里面 然后呢第一个红色的长条 咱们记住 这每个长条上咱们大约穿5针 好穿5次 这是咱们的第一针 好那新手宝宝可以在第一针上 我们在第一针的辫子上做个记号 就放个记号扣 然后第二针 紫色这个呢是有明显的辫子 对吧 然后这个红色长条咱们就是大约间隔一定的距离 好咱们大约间隔一定的距离 记住它是穿5针就可以 2针 2针咱们先把这个紫色记号扣可以拿下来 继续 第三针 然后这个第三针 咱们也是先勾一个短针 第四针 紫色这个是有明显的痕迹对吧 这个第四针 第五针 好这个第五针 看到没有是吧 我们也是后面的红色长条 第一个长条咱们也穿了5次 好第六针 第六针呢就是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把第一个长条跟底下的第二个 跟咱们底下的第二个红色长条呢咱们要把它连接起来 钩针穿的这个是第六针 第六针呢咱们现在就是要穿在两个红色长条 就是连接的时候来用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把底下这个红色长条准备好 我们先从底下红色长条最旁边 就最旁边的地方找一根线路针 然后再穿到紫色 第六针上面 然后上面的第一个长条 咱们也是从最旁边找一根线路针 好这样呢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勾一个短针 就相当于是把这三个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好每一次两个长条之间咱们都是这样会处理一下 就是有一个连接 连接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又是开始了 好的我们长条的第一针 然后紫色这个就是一针对应 紫色这个就是一针对应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这个难倒是不难都是勾短针 第四针 就是一一对应的把它勾起来就可以 这里勾到四针 这个是不算的是旁边连接的 一二三四 好然后还有一针 我们在旁边穿 旁边穿 然后这个就要到这边了 第五针 第五针穿好了 穿好了之后咱们又要来到两个长条连接 那这里不好穿你就还可以再从这个地方路针 然后 这边 下一针 那上面 现在轮到上面这个红色长条 咱们先从它最旁边的地方 先从最旁边的地方找根线路针 好这样来穿 勾一个短针 好连接地方勾完了 然后接下来又是一次的五针 一次的五针过去就可以 一 二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线松了 调整一下 这里松了 好 三 这个是第四针 四 第五针 好 一个长条的五针呢 咱们 勾好了 接下来又到连接的地方 一条边 最后已经勾了三针了 好 接下来是第四针 最后一针 第五针 然后这个紫色的 咱们也是来到最后一针 这就说明咱们没有勾错 好 那其中一条边呢 咱们就勾完了 现在来到这个顶角 对吧 那么顶角这里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要 多勾一针 因为它有个转角拐弯的地方嘛 好 多勾了一针之后 接下来咱们就来到了 这一条边 它的勾法跟这条边是一样的 全部都勾完了 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针了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这里咱们 勾一个短针 然后现在也到了转角的地方 咱们转角地方 也就是刚才最后这一针里面 咱们再勾一个短针 转角的地方相当于 都是多勾的一个 勾好了之后 我们就跟刚才 黄色记号扣的这一针 来去连接 就是在这里勾一个引拔针 那这样呢 第一圈 这个咱们就勾好了 那勾到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不平整的地方 大家还可以去调整一下 把这个四条边 大家调整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就插最后一圈 这个包边 勾一圈这个花边 这样呢 这个垫子会好看一点 我这里的这个包边呢 我勾的是那个反短针 那如果你喜欢其他的款式 你也可以勾其他的 那个花样也可以 好的 我一呢 还是在 就是刚才这个引拔 也就是最后一针 原来这个位置 还是放上这个黄色记号孔 接下来咱们 一个辫子针起立 现在我们往 从左边到右边勾回去 勾回去 咱们来到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 在这里把线勾过来 勾针上了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两个线圈 咱们勾线 一次带过这两个线圈 这个就是反短针 好我们重复这个方法 往右边走 每一针都勾一个反短针 所以反短针的勾法 其实跟短针是一样的 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那现在这一圈的花边呢 就非常好勾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非常清晰的 这个辫子 对吧 咱们就是每一次穿过 这个辫子两根线 每一针里面勾一个反短针 把四条边全部勾出来 一圈反短针呢 也勾到最后了 来到了最后记号扣的这一针 咱们这里面呢 勾一个反短针 然后最后这针勾完了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跟开始的地方 会有点距离 是吧 就是这个地方 转角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要补一个反短针 这样呢 这里会过度的自然一点 会好看一点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穿一下 在这里也勾一个反短针 咱们这个地方也是 补出了一个反短针 好 如果你觉得这里还距离有点远 你可以再勾一个 就是补的感觉比较合适就可以 然后咱们把这个线头剪断 剪断 然后把它带出来 带出来之后 咱们在后面 隐藏一下线头 就顺着这个纹理 把咱们这个线头 隐藏一下就可以 那这样的 这一款这个坐垫呢 咱们就是 这样勾好了 好 好 好